嫂子 你家弟弟的杂草啊 我都除完了 那几亩地啊全除完了 对 一根草都不剩 哦那好 你累了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 不用不用不用 你赶紧把钱给我结了吧 我还要去下一下呢 呦 业务还挺繁忙啊 都成除草专家了呀 没办法呀 得生活呀 嫂子 你赶紧给我结了吧 哎呀 急什么呀 又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哎 我问你啊 你现在有对象了没 嫂子 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我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啊 胡说什么呢 我是问你有没有对象 我好给你介绍一个 哦 原来是介绍对象啊 那没有 这不巧了吗 昨天啊 隔壁村张二婶 让我帮他家闺女啊 物色个男朋友 我看你啊 你就挺合适的 张二婶家那个闺女我知道 人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年龄啊 稍微一点大 你都三十五了 还嫌人家年龄大 你咋想的 再说了 人家姑娘就比你小三岁 你知足吧 年龄啊 倒不是瘟气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就是个除草公 啥猛事也没有 但是你任老师呀 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人家张二婶都说了 他们要求不高 人好就行 那就行 那就麻烦嫂子 多在这家面前 说说我的好话 那必须的 哎 我是这么想的 明天我去张二婶他们家一趟 但是咱们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哎呦 嗓子不说吗 我这里啊 我正好有这个肉嗓子猴片 来来我给你一片 等一下啊 来来来来来 给你一片 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木囊呀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这个懂吗 这个 懂懂懂懂懂懂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来给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你不是擦手吗 我擦屁的手啊 我的意思是要钱 上门给人家买点礼品 这是不是最基本的 我买礼品啊 不你不早说 我这 我这正有 正有五百块钱 来来来 我给你 你你去给人家买点东西 对对对 来 五百 五百 算你小子懂事啊 将来有可能必成大器 什么叫有可能 那是肯定能成大器 那嫂子 你看我给你家的地 这个草也出完了 是不是把工钱给我借一下 你这小子 刚夸你两句你就找不着北了 那啥意思啊 嫂子 我都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了 你也不说感谢感谢我 哦 好好好 明白 明白 我刚才我没想到这一点 那还说什么呀 那这工钱我就不要了呗 嗯 这才像话嘛 你的事啊 就包在嫂子我身上了 那就麻烦嫂子了 哎呀 别这么客气 就先回去 等我的好消息吧 嗯 行行行 那我就先回去啊 啊 要是有消息 你赶紧通知我 我妥的 没问题啊 再见嫂子 走着啊 又省了好几百 成不成 就看这老小子的造化 哈哈 哎呦 好狗 哈哈 哈哈